大家好我是米卡 这一回周四回战第二弹的合作 周上修了异谷优胎 所以就趁着这一次机会 稍微测试一下角色强度 在角色被动的部分 就有去新增了初币XS数的缩减 这边的话根据墙壁的数量 都会去缩减到回合数 每一圈最多周四面墙 所以就减到四个回合 这边下来的话 其实周技能回转率可以去推快很多 特别异谷的CD其实就不短 本身就19加8 所以去应对到一些 比较短时间的战斗啦 很多时候都开不出XS 那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就离补了这一个缺点 那后续啦有上修的部分 就是友情技 光属性的超强力量驱动 那换成超强的版本以后啦 伤害就翻了三倍 然后连同自己本身会有的触击杀手 所以就这边下来的话 其实上修吧 我还觉得是中规中矩 那讲个结论的话 其实周因为他被动 没有去大改的关系 所以说实在 异谷这一只角色 我自己跟他来说啦 周没有去跟到目前版本的强度 特别可能周还是会有人问 异谷今天还可以去跑一些速刷行不行 其实说实在 周算在2022年吧 周当初小元推出的状况之下 其实异谷周不是唯一的选项 然后跟何谷啦 周现在还是有露西法或者就是珍重嘛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我就觉得不会用到他了 那这边就顺便整理光属性剂的部分 那基本上异谷 周目前的现状来讲的话 其实我就觉得收藏居多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周速回战 很喜欢这部周品 要不然的话周角色强度的部分啦 根本不会去抽 更何况这一次还是跟光属性剂混石 那这边来讲的话 本身属性剂的几率就不高 除此以外 里面的现状角色也不少 那目前连同异谷在里面的话 其实就已经有11只现状角色 那这边下来就真的只能说很难挠 我自己过往的经验嘛 手上的异谷都是从保底之旋里面抽出来 所以几率有多低嘛 大家就真的可以想象一下 那这边下来的话就进到皇冠 呃...周打下来嘛 超强力量驱动 还真的是没什么感觉 因为本身有情记的一个特性啦 就只有去靠到墙壁的敌人才有伤害 更何况弱点也要贴在这个墙壁 才比较有明显的输出 所以这边下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靠叉持震弹比较强 算命起来嘛我就跑了两圈左右 其实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SS就已经有了 所以触逼SS或缩减啊 这个才是我觉得比较一个明显的增强吧 唉...却把所有小怪清理掉 后面的话那只皇军的觉醒呢 那这里嘛就测试一下啊看一下有情记 这里就稍等一下 然后皇身上会有糖衣 我尽可能的去多抹两边墙 拿这边有情记直接收掉 说实在这边还是高阶失证弹 比较高伤害 唉...所以这个也是米西这回上修不好的地方 他虽然有去提高力量驱动的威力 问题就他没有去把整套的有情记 都去做一个威力的商调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其实 因为异谷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角色强度就很破格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虽然他后续还是会慢慢的被其他角色淘汰下去 就像他的感觉下来的话 就只回到正常的水平 那到底要不要去为了正常的水平去抽呢 其实我就觉得... 唉...也是很尴尬 就没有收神花改 上修也不怎么样 唉...好啦 这边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那我去把按钮调到以后嘛 我这里一股就可以去开启SS了 那一股的SS啦就是有自强化 然后他后续的追击啦 有直欧跟隔阂 然后其中一个特性 就无论如何一定会追击完 所以这边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我有去吃到额外的悲率以后 其实我就可以一口气把那只黄烘掉 好吧这一回一股的简单介绍 就到这边差不多 嗯...就角色人区的关卡而言的话 就基本上跟原本的一样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新增对应的陷阱 唉...就大家喜欢的就抽吧 那影片啦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呢可以帮我按赞按订阅 掰掰